高雄捷運在今天舉辦了一場開幕記者會 也特別邀請蜜桿站長 還有高雄雄前來合體 一起大跳16噸 沒有想到就在蹲到第7噸的時候 這兩支結響物的身體 不小心撞在一塊雙雙倒地 意外的畫面也鬥得現場哈哈大笑 音樂一下蜜桿站長高雄雄 跟著節奏動起來 跟民眾互動同時準備大秀舞技 我們一起來挑戰 跳起高難度的16噸 兩支吉祥物看似游刃有餘 沒想到下一秒發生小插曲 加油加油加油 數到期蜜桿站長高雄雄 突然往兩邊跌倒 消失在畫面中 加油加油加油 從另一個角度再看一次 兩支吉祥物疑似跳得太起勁 沒保持好距離身體撞身體 雙雙倒地鬥去一幕 現場民眾看得哈哈大笑 怎麼了怎麼了 高雄捷運13號舉辦一場開幕記者會 請來梅干站長跟高雄雄合體 挑戰16噸 就在第七噸時 小貓互撞倒地 宣告挑戰失敗 而兩支大丸偶還一次頭重腳輕 爬不起來 現場一度不知所措 好在橋頭堂場站長現身神救援 好在這一狀無精也無險 猶如綜藝摔的螢幕反而沉得鍊在焦點 另外在屏東則是有夏日消暑亮點 大人小孩拿水槍噴水住也噴泡泡 泡泡 大人那些消暑 對 因應暑假到來 屏東施工所舉辦夏日泡泡趴 500多支水槍分時段放送 大家玩嗨瞬間降溫盡情消暑 記者高雄屏東綜合報導